臺剛結束最末場 黨主席證件會 將起成馬上趕場 飛台東跑黨員行程 首長當然也要見面聊一下 只不過台東現場饒慶林 臺剛表態挺豬 難道不怕熱臉貼冷屁股嗎 表態歸表態嘛 我是用行動去爭取 他應該也會用行動支持我 主席之戰倒數 到台東要和在地議員擺乾淨 但說明會現場除了黨員外 只有兩個議員和議長 和八月底朱立倫道場相比 現場高調迎接外 議員也幾乎都來了 而15個執政縣市中 雲林台東南投連江花蓮都挺豬 黨公職表態一直再加一 張啟成臉書也PO出 和台中市長盧秀燕的同框照 還收下了終結紀念套卡 助張啟成能一路暢通 但不少網友開酸 終結剛通車狀況連連夜 我跟盧市長都是有能力 解決狀況的人 所以狀況再多都不是問題 主席覺得現在碰到什麼狀況 其實黨務本來就會有很多狀況 我已經有17個月的處理經驗了 所以我是最適合的人繼續下去 什麼問題沒明講 但或許這人也是主席碰上的頭痛問題之一 不滿被朱立倫抹紅自情處分請黨徹查 而張啟成原本身在主戰場 卻被張亞中殺出後往外推 將主席的連任之路 目前看似不太好走 TVBS新聞李明輝 劉俊元專開於台東產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